三年一科的琉球银王平安祭典将于12月3日登场 勤水仪式则于中澳沙滩进行 由于沙滩较为陡峭加上近年观光兴盛 有部分独木舟船只镇至沙滩 立委州春米服务团对日前会同彭管处 平县府 相公所及祭典委员会会刊勤水及送光的场地 协调相关事宜 大彭关风景管理处还有这个琉球相公所 屏东县政府还有当地的一些民间的业者 我们大家一起来协调 那就协调这些独木舟的业者 先暂时的让我们来完成 顺利的完成这个银王的这个勤水 那相关的一些要补杀填杀的后续 我们也都一起来协助帮忙 小琉球银王将于12月3日在中澳沙滩勤水后 正式展开为期七天的祭典 银王期间各村都会接力半桌请客 小琉球将呈现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届时除了在外的游子 还会吸引众多游客前往体验独特的民俗祭典 三年一科的这个银王 对东港对南州对小琉球 就是他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 还有宗教的信仰 那尤其在小琉球跟东港 我们的渔民我们的乡亲都是靠陶海为生 所以能够得到宗教 能够得到我们信仰的神的庇佑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整个传统仪式这样走下来 走了这么久 那对当地的乡亲居民 一点来把这个仪式奏 这也是变成他们的生活 变成他们的文化 一个概念的一个依据 周春明表示 银王平安祭典是东港 南州小琉球地区 每三年一次的重要祭典 除了消灾解恶 祈求风调雨顺外 能凝聚乡民的向心力 对小琉球居民有重大的意义 他将参与这场宗教盛事 共同祈福 评论新闻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